如果你害怕黑暗,卻又偏爱惊悚故事,那就准备好迎接一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吧。 在新宅邸的第一个晚上,起初一切看起来都很正常。 然而,墙壁开始低雨,本不该有阴影的地方,却有影子在舞动。 一阵寒风拂过,尽管所有的窗户都紧紧关闭着。 他寻声而去,步入宅邸幽暗的走廊。 听顿,没走一步,地板就发出支牙声。 突然,一声巨响回荡在走廊里。 他的心跳加速,这是房子在沉降,还是有什么更险恶的东西。 他转过一个弯,看到一个身影站在走廊尽头,但当他眨眼时,身影却消失了。 随着夜幕降临,被人注视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 他意识到,这座宅邸不只是古老,它还活着,它隐藏着什么秘密,它能活着揭开这些秘密吗? 敬请关注,阿布德的探索,了解更多内容。 请关注,阿布德的探索,了解更多内容。